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静请听 用心深呼吸 与大地共生息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了 慈济大学的校长哦 校长你听起来就是一份 很威严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感觉就是戴个眼镜粗犷眼镜 你看刻板印象又来了 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呢 是一位非常年轻 非常漂亮 非常有智慧的一位科学家 我们邀请刘怡君 刘校长 怡君校长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 我是刘怡君 非常高兴今天来和大家一起 深呼吸 其实校长你曾经在1993年进入到 慈济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讲师吗 是 那个时候我是在台大毕业之后 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 然后呢念完硕士 我其实本来是去职工博士的 可是我在这个职工的过程当中 我就因为博士的养成 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而且做研究还有学术工作 其实是还蛮单独的 很孤单 那那个时候又很年轻 然后又在一个北国 很漂亮可是非常冷的大学 我在印第安纳州 那所以我大概念完两年之后 我就想说我不要念博士了 我就想说拿个硕士学位 所以就回来 那我也很感恩我那时候的指导教授 他也给我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就先拿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回到台湾 那可是回来的话呢 就要找工作啊 好所以我就跟我的阿嬷说 那我要再找工作 那我投了很多很多的大学 还有医学院 那我阿嬷说 那个我们师傅 我阿嬷是慈济的会员 他说师傅好像在办医学院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可能需要老师 所以我就去投履历 那结果投了履历之后 那个时候创校的校长 是李明亮李校长 那后来也当过台湾的 卫生署的署长 那他是抗萨的总指挥 那我记得我就去面试啦 那面试的时候 这个李校长他只问我说 那你可不可以教生物 他用英文问我 好那我说可以啊 他就说好那你下礼拜来上班吧 就这样我就进了慈济大学 而且是在筹备的时候 就加入了慈济大学的筹备处 所以到现在已经快要27年了 所以你是创始会员耶 对对对 创始会员 创始会员概念耶 哇 所以大学的时候 校长学的是植物病理学 是 然后你在硕士 修的是维生物学 是 然后到南加州博士 这是后来再回头去 对 修的是神经科学 对 我在慈大教了六年书之后 我又出国 在长官的这个支持之下 又出国去攻读博士 所以等同于说 你来到了慈济大学 所教的是生物 然后之后回到美国去 六年 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 李明亮教授跟我讲说 你现在如果要去念 因为我们对神经科学 对大脑 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 那人类有大概70%左右的遗传疾病 都跟神经系统相关 可是我们一点解方都没有 所以他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去念神经科学 这样 那我就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 他直接的指引 对 没有 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念 他说如果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会去念神经科学 那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非常好的一个主管 所以他给我的建议 我都很重视 那我回去就看了一下 的确大脑是非常的神秘的 那神经科学有很多的未知 我觉得自己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也很愿意 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我就去攻读神经科学的博士 所以对一般民众来讲 神经就是你只会走到医院 才知道说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可是在科学这个领域 其实还是有这么多科学家 在做这样子的专研研究 然后让我们的 可能跟医学要相辅相成 会吗 其实神经科学 跟生活上是很密切的 并不是这么的遥远的 所以像譬如说 我们整个神经系统 最大的功能 就是把环境的这个刺激 还有讯息接收了之后 传送到我们的脊椎和大脑 那做出反应 所以整个神经系统是连结我们的大脑 还有脊椎系统去跟环境互相作用 那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为 我们为什么会快乐悲伤 我们为什么可以运动 都跟神经系统有关 特别是很多的神经系统 也跟我们的心理学有关 我们怎么教小孩子 从行为上怎么样去制约他们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适应良好的习惯 深化在他们的大脑里面 怎么样避免诱惑 然后怎么样运动 增强他们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这都跟神经系统有关的 所以这等同于说 回来落实到 我们民众身上就有很多关于心理跟行为 是的 这种研究 对 所以在神经科学的领域里面 有很多 有神经心理学 你讲对了 那还有这个神经解剖 比如说你的大脑 哪一个部分跟什么行为 跟什么疾病有关 还有神经遗传学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基因上面 哪个突变会造成你神经系统的疾病 譬如说我们实验室最近研究的主题 阿兹海默症 都跟神经科学有关系 所以阿兹海默症这个课题 其实它也不是近几年来 它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 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投注研究 因为它这个虽然脑就这样一颗 可是那个细节太多了 对不对 对因为阿兹海默症就是 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一个退化性的 大脑退化性的疾病 所以它的记忆会慢慢慢慢的退化 好那可是我们的 科学界到现在还没有解放 好没有药可以医 对那所以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所以就要仰赖校长这样子的 没有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投入 所以最近我常常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家开玩笑都说要做顺时钟 对不对 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个像时钟部长这样的 就像每个人都在各就各位 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 比如说我们可能一般在媒体上很少被看见 因为这些人都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做自己的研究 转眼 但是这些其实都在带领我们前进 是的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看到的陈时中部长 然后但是他背后有一群的 我相信有一群的公共卫生学家 流行病学专家在为他规划 然后制定防疫策略 那这个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那另外呢 我们其实看到 譬如说口罩国家队 那这是在民间的这个有集聚的专家 那其实还有一些第一线的作业员 也都很重要 大家的确就在自己的专长上 各就各位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些一般民众是收不到 就只看到指挥中心 每天期待两点出来开会 但是背后其实就是会有 那么多的人的齐心努力 当然当然 对不对 所以说台湾的防疫成功 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投入 是啊是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准备了很久的结果 譬如说我最近长行在想 过去我们长行说台湾普设大学 对不对 好像我们大学设太多了 那可是我就在想说 其实台湾就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 所以其实让整个的国民素质提高了 对不对 大家你不管念哪所大学 其实台湾的大学 我觉得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就算你不是念生物医学的领域 可是你吸收知识的能力是提升的 所以当这个危机艰困的时候 部长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家都可以理解不会啰哩啰嗦的 那非常的配合 那这个是需要什么 一群高素质的公民才能够配合国家的防疫政策 对不对 所以表示呢我们整个台湾 大家的国民的素质的提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是有进步的 那这个呢都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达成的 是好几年几十年 大家很努力在每一个领域努力 那所以这一次整个的防疫表现 至少在上半场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很好 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然后是长时间的累积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记得上个月我就收到慈激大学一些资讯 慈激大学投注了对这个社会有一些反馈 校长您带领了大家做了一些什么呢 这一次呢我们在疫情一发生 其实我们很早记得是初二吧 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武汉要封城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对 我们有一些状况不太对 我知道也是初二我就很不好意思 就把所有的一级主管 大家请来线上开会 决定说假期过后 因为我们初六就开始上班了嘛 我们要做好哪些防疫的措施 那对于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生 还有在国外的学生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部署了 我们真的也是超前部署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很感恩 我们的这个行政团队 有很多就是自己都是 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 所以大家都很有敏感度 那渐渐的疫情越来越扩大 那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社会 好像初期的时候弥漫着一股不安 因为太多未知 对对然后再加上说这个病毒是新的 所以又没有药医也没有疫苗 我们对它所知很少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生物医学领域的教授们来讲 它其实并不是这么的不可捉摸 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是知道的 我就把大家召集来了 我们就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每日问 每日问的这个一系列的影片 那我就跟我们教授说好了 不要讲那个人家艰涩难懂的专有名词 那把一般民众 我说你就去回家问你的这个爸爸妈妈 问你的小孩 他们想要知道这个病毒什么 或是说他们看报纸 他们看不懂哪个部分 然后我们来解答 所以我们开始一集一集的录 第一集就是录 为什么要戴口罩 可以防止扩散 接下来是为什么洗手 很简单的 可是有些民众真的不知道 而且他们会觉得 我就这样随便搓搓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请了护理系的教授 来教大家怎么样的洗手 怎么样洗手才可以把病毒 就是杀掉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一系列的 然后接着又请教授来谈 病毒到底是怎么检测 譬如说确诊者 他是用什么方法检测 这就有点难度了 可是我就请这个我们一级系的教授 因为他们的专业 我说一定要讲到最清楚 不能超过两分钟 因为一般观众 耐心有限 对观众或听众朋友的耐心 可能两分钟如果太难 可能无法吸收 好我就规定他们 就说不能超过两分钟 那我也很感恩 那个慈禧大学教授 每一个都学有专精 而且他们本来就很会教书 所以呢他们讲完了之后 我就让一些同仁来看 他们如果听得懂 OK我们就上线了 那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回响 很多的海内外的志工 就开始问我们问题 又问了更多的问题 然后一般的大众 每天只要一上线就收到好几千个赞 我们在脸书上 慈禧大学有一个慈禧大学粉专业 粉专对 那么只要一上线呢 就收到大家热烈的点阅 所以表示什么 大家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大家很想知道我该怎么做 没错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那有一些是比较专业的 有一些就是比较未教的 我就跟大学教授们讲说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慈禧大学 实践社会责任的时候了 对不对 我们平常关在实验室 我们平常教学生 那大家都教得这么好 这个时候把所有有疑惑的一般大众 当成我们的学生 那大学本来就有传播新知识 还有发展新知识的一个责任 那就请大家配合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聊 怎么样搭摄影棚 然后怎么让这些教授们 变成了直播主 打开了我的视线 一切都变得明显 曾经流过的眼泪 再一次又断了线 坚强与脆弱之间 生命天平的两边 我还没有能离去分辨 期待手中的幸福 再一次能够出现 不再离我好遥远 勇敢向前飞 抓住幸福的起点 不害怕后悔 直到世界的终点 跟随着直觉 跨越生命的极限 相信有一天会改变 幸福就离我 一切都变成了 一切都变成了 在天空不停盘旋 越过伤心的季节 你是否也看得见 彩虹像一道誓言 横跨在你我之间 雨过天晴 绽放的蓝天 告别灰色的曾经 等待奇迹的出现 幸福不再好遥远 飞过地平线 找到真爱的起点 不害怕后悔 冲出每一道失恋 勇敢去冒险 话与生命的极限 相信有一天会改变 幸福就离落不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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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 国庆贵医师 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校长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校长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第一时间呢 他就邀请了我们慈济大学的 所有的专科的讲师们 教授们一起来做这个防疫的QA 那这个QA里头有什么趣事嘛 就是大家在录制的过程 你说把大家关在一个摄影棚里面 反正我们有传播系嘛 我们有录影的空间嘛 其实慈济大学有传播系 然后有媒体制作中心 然后都很专业 媒体制作中心那时候忙着跑新闻 跑疫情新闻也很吃紧这样 所以我们的公关组就自己在 这个公关室里面就放了一个绿色的背板 然后就打了个简单的灯光 就开始录起来了 我们录好之后我们自己很满意 可是后来我们把影片传给 大爱台的这个树山总监 他就说我们可以帮你们加工啊 那就太好了 所以大爱台又很专业的 帮我们加了一些动画啊 然后一些字幕啊等等的 所以就慈济大学跟大家一台合作 就推出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美日文 美日文 到现在还持续吗 比较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持续 只要大家有问题哦 有新的 什么样的 比如说最新的一集就是 大家就会问说 那有两个英文单字 一个是流行病 epidemics 另外一个是pandemics 全球大流行 在公共卫生学上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工卫系 一个很杰出的年轻的教授 好就出来解说了这样 所以等同于说 我们在紫薇中心讲的就是 跟一般记者 跟一般会众聊到说 啊现在有多少个案 然后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 有什么不一样 讲这些最简单 可是来到了慈济大学的粉丝页 你可以问更细节的问题 对 因为会有专门的讲师跟教授 来回答你 那毕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流行 是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会众 也来自于住在不同地方 不只是住在台湾 所以关心的话题也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来到这里就 我们竟然运用了我们的 强力的这些教授们的功能 然后得到一个解答的QA的一个平台 对的确 好棒哦 所以感恩有您的带领 没有我是感恩所有教授们 愿意配合 因为其实教授们 他们大部分是科学家 他们大部分是害羞 或者比较内向的 但他们也都很快就适应了 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好 那有些教授呢 平常很会上课 可是上课 学生喜欢的不得了 可是他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 他就讲话就开始结巴 会害羞 因为没有一颗一颗的西瓜头在下面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 原来直播组也不是这么容易当的 真的哦 那你为什么这么可以侃侃而谈 因为你以前主持过节目的 我以前受过大一台的训练 校长以前主持过 发现这种科普节目 他算科普节目吧 是还有爱乐读 爱乐都是非常读书的节目 对 所以因为主持的经历 让你可以在镜头上面很自在 哦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也等于是帮助了我们 以及活络了我们校园里头的师生之间的 或者是说老师跟老师之间的情感 会吗 呃其实会的 就是当外面有困难的时候 校园其实感觉上是很团结的一股力量 那本来我们学校就是非常合合互协 老师跟同学之间 都对一些政策大家都蛮配合的 那听说还有一个政策是什么 推出一个舒适券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因为这次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播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他本来是住在野生动物身上的 那就是因为有些人 他吃野生动物 然后呢 他就从野生动物上 对传播到人身上了这样 所以上人就开示啊 他希望大家能够如素持戒 好那然后大家以最谦卑的心 反省自己 跟大自然跟万物的依存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就觉得太好了啊 我们大学里面本来就是推动蔬食的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是发起 我们希望说不是只有在校园内吃素 那大家呢同学可以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 邀请那些还没有吃素的家人 还有防疫最前线的 大家一起来蔬食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把心安住 好然后能够重新去省思自己的生命 好跟万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的人文室就推出了这个 这个蔬食祝福卷 每个人都可以认领一张 两张一百张一千张都可以 现在有校内的师生认领是吗 我们对我们刚开始其实只到校内 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金社去跟上人 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 上人就很肯定 上人就说啊那我们金社师傅赞助一千张 然后接着就有师姐也赞助 所以我们一下子那一天就多增加了四五千张 那短短一个礼拜就募到了两万张的祝福卷 那每一张的祝福卷是三十块钱 那所以我们目前是跟花莲当地的一些舒适业者合作 那所以领到祝福卷 通常我们是给一些弱势生 还有我们希望能够祝福他们的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医疗人员 那他们可以拿这个祝福卷带着家人去到一些 我们有合作的这个蔬食餐厅去用餐 所以是在外面就是各个餐厅合作 对 然后他们可以带着卷去用餐 对 那然后也希望他们知道这些蔬食真的是也非常的美味 那他们希望能够因此能够长期的如素 好 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再推到全台湾各地甚至全球 哦好棒哦 所以其实一直在持续在推这个舒适券当中 对不对 我们也邀请大家 就是不管你们有拿到这个舒适券 其实你也可以走到一个舒适餐厅享用一顿 哦真的 你觉得好吃 我们可以下一顿再来 或是邀请朋友一起来 对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稍待一会再回来 为了关怀动物我的家啊 就变成了流浪动物的家 为了六十只狗狗 猫咪 猪 中国鹅 蛇 老鹰 飞鼠 哎哟 我就搬到了荒郊野外 即使负债累累也甘之如鱼 动物教了我很多事情 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大家好 我是唐爱真 请你跟我一起爱护众生万物 两五地消炎 食鱼肉是磨境界 酒为磨浆 食肉是酒 善神远离 内无正气 发多烦恼 我是林嘉丽 您所收听的是用心深呼吸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 刚刚跟校长聊到的蔬食卷 你觉得发这个蔬食卷 我们是让学生去发吗 我们首先呢 在学校 我们欢迎学校的师生同仁们 每一个人可以领三张的蔬食卷 那我们希望他们 借由这三张 开始邀请更多的人 一起来吃素 接着呢 我们的一些教师的代表 我们就带着这个蔬食卷 跟志工 跟医疗职业的同仁们 一起走入社区 那其实我们的学生 也因为这样子 也获得一个关怀 这个社会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是的 他也可以走入人群去 去做这个 原来我在防疫期 我还可以这样子 去祝福别人 对对对 而且也帮了很多的蔬食餐厅 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人都不出来吃饭 对 很多餐厅都关门 对 那这些蔬食餐厅呢 我们也请他们 要做好一些卫生消毒的工作 那他们也都承诺 对啊 彼此互役 对对 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吃素 那餐厅老板 希望更多客人来 对 那他们也就非常用心的准备 为了这个祝福券 他们很用心准备他们菜色 无形当中就是大家的品质都提升 那你也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一般的惠众喜欢吃那样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改进嘛 对对 挺好的耶 良性竞争 是是是是 太棒了 我记得校长在去年您接受到这个校长这个任务之前呢 我们慈禧大学刚好荣登了 这个让校长来说 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大学影响力排名 对 全球第67名 然后台湾亚洲第10名 台湾第一 这个是很大的殊荣 是 可是一般民众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还不晓得慈禧大学到底有哪些科系 对 我必须这样说 是的 就是一般在西部的人就是 啊我们永远知道就是从台大下来 可是其实慈禧大学一直在持续的发光发亮 这个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都在追求排名吗 那过去慈禧大学创校25年以来 我们其实就不太去争取什么排名 为什么 我们就觉得说就把学生教好 然后把学生照顾好 那就是一个大学的责任 可是我们最近呢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生进来了 那这些学生就会问我们啦 说老师校长 我们到底在全球的大学 我们排在哪里啊 那我们那时候就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来参加一下这个排名 好让国际生让我们自己的教职员生都比较有信心 然后知道我们该进步的是哪个方面 好我们应该有信心的是哪个方面这样 那那时候我们分析了一下 因为慈禧大学相对的规模比较小 是一个很精致型的大学 所以一般的排名他讲的是量 你的论文量有多少 你的国际交流量有多少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比较吃亏这样 所以呢我们刚好发现了说这个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泰晤士高等教育这个机构 他新推出了一个大学影响力排名 叫做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 那他是什么 他是就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他其实是希望说我们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做什么 我们的全球还有全世界才能 健康和平的永续发展 所以他定了一些 譬如说怎么样降低国际间的不平等 每个国家间的不平等 然后性别的平等 怎么促进健康医疗 还有人类的福祉 怎么样发展绿色能源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议题 环保的议题 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过去25年 其实慈禧大学就是在 上人依据佛教的教义所创办的一所大学 那有很多的 其实都跟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是相呼应的 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要培育东部医疗人才 所以这就是SDG3 永续发展指标3 就是促进人类健康以及福祉 那然后我们有辅助很多弱势的学生 我们收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这个就是SDG里面降低国内及国际间的不平等 那我们在校园里面推动输食 我们讲求环保对不对 那我们注重教育学生 垃圾分类还有爱惜物命 这个就是确保永续消费 还是生产模式的一个争议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过去就很自然而然的 创校25年来在学校里面推动的特色 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就去参加排名了 结果成绩出来就还不错 所以这个成绩不再是一般人就只看到的考试的成绩 它里面也有你的学术研究的成绩 也算在里面 我们也不错 譬如说我们在优质教育里面 我们得到大概是全球大概100名左右的排名 这么多460几所大学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大概是100名左右 也很不错 那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有得到更多的反馈吗 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讲 就是慈激大学有得到更多的注目 有的有的国内国际都有 譬如说其实我就会有机会应邀到很多不同的大学 还有很多的场合永续发展指标 其实现在是各个企业都在推动的 那去分享慈激大学的办学 还有上人的教育理念 所以最近我就接到很多的邀请 然后去分享慈激大学在影响力排名的这个成果 那我也都很乐意 希望能够去分享 那我到了国际间 也是现在开始很多的学校要跟我们签MOU 想要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现在去就是可以告诉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impact ranking 我们是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在姐妹校的交流上 还有在姐妹校的增加上面 也都是有帮助的 下一段回来我要请教您 关于科学家 亲爱的校长是科学家这件事 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从13年开始收听11年了 最早是从监狱里面知道有大爱广播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是 听到上人的人间菩提 因为入监之前就有开始接触吃剂 内心真的充满发喜 然后就变成说 我每天 都要打开收音机 听广播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 出来的时候就继续 然后到现在都是收听网路电台 现在在收听的话都是在环保站收听 因为我如果去环保站的话 我就会自己去打开我们的电脑 就开始收听 就到我要离开环保站的时候 再把网路电台关掉 广播陪伴我做环保 我在台中监狱里面收听到真心看世界 然后当时是佩玉师姐主持的 也是这样的因缘 一路听广播 然后到现在 有一次我听到佩玉在分享我寄去的信 他在线上鼓励我 这样子让我对上人对慈祭 这条菩萨道更坚定 也是我一路走来菩提心不退的原因 大爱广播 我爱大家 也感恩大家陪伴我在监狱中的那段低潮 失落的时光感恩 欢迎回到用心深呼吸 我刚刚坐在校长的面前 我觉得我就想好像变成学生一样 就是一直点头 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一个学校之所以被推到前面 被提亮 还是有时候要需要这些星光点点 虽然我们不觉得排名不重要 可是有这个排名 可以真的会让学校的可见度 还有国际的声誉都能够提升 对感恩你这么努力的在做是大家一起努力 你带领着大家 然后呢回到你呢就是因为 我真的我去年看到校长就说 从泰国刚回来讲的云淡风情 没有说领了什么奖 这个奖叫做泰国神经科学会的年度研讨会 获得终身荣誉会士级杰出女科学家耶 我终于遇见科学家 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那科学家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都忽略了 然后所以等于是校长这个研究 就是跟阿森海默针有关嘛 是的那这一次呢 其实是泰国神经科学学会的后爱啦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研究的领域 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组织 所以譬如说神经科学领域就有神经科学会 那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学会 有人提名我就是女性的杰出科学家 好了然后终身会士 就是以后就不用交他们的会费 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可以参与他们的一些会长的选举 这样那么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最近 其实也是因为上人的关系 辞济在海外的这个分会 特别我们跟泰国的分会密切的合作 那我们跟马亦都大学 泰国最好的大学 那么我们跟他有很密切的合作 那所以他们推荐了好几个很优秀的学生 他们来我们慈激大学就读表现得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很照顾他们 我们通常慈激大学都蛮务实在跟姐妹校互动 所以他们每一次需要学会的什么支持 我们就尽量支持派员去参加 那他们送来学生我们都好好照顾 那我们也送学生去 所以泰国神经科学会的主席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感恩 因为他们他从他们的学生身上知道说 他们在这边受到很好的训练 然后老师对他们很好 那我们也培养了几个不错的优秀的 泰国的神经科学家 再加上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研究的合作 在阿兹海默上面 那近期应该都可以发表了 可是他们这本来就是一个针对女科学家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科学家领域里头 现在女性的比例高吗 台湾大概是一比一 那台湾比例很高 而且女性科学家都做得很好 可是在我们邻近的国家 譬如说日本韩国可能就是低的 那为什么呢 可能他们的传统的社会的价值 还有社会的支持度没有我们台湾好 所以其实是我们已经走在前端了 对不对 所以相对之下 我们学校的学生也不会有那种性别不平衡 不平均的状态了嘛 对不对 在性别上的确在校内我们是非常的平衡的 像医学生的领域 我们有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的医学生跟男性女性的比例 大概也是一比一这样 那我们的教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 大概也是一半一半 那么我们招收的国际学生 他们其实也在这边得到很平等的对待 特别有一些国家好像印度 印度他们其实性别上面其实是蛮不平等的 那么可是很多的印度的女学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 我们学校也有收印度学生 对那他们就会受到一些启发 他们会有一些role model一些典范 他们看到我们的女教授们 可以这样子很平等的跟男教授们讨论 他们其实是很感动的 那他们也希望说我未来也要变成这样 所以他内在也建立了一个信心 除了学术的学习之外对不对 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之前受邀到 我们一个印度的姐妹校叫SRM 那他的校长是全印度的校长联席会的主席 那个时候参加他们一个研讨会 那他们一群的这个官员 还有什么校长主管坐在台上 那我因为是副校长那个时候 也被邀请去坐台上 那全部就只有我一位是女性 所以他们的领导主管阶层的女性 还是很少的 可是我记得那一天 我很用心的准备我的演讲 那刚开始都没有人跟我讲话 后来轮到我的时候呢 我记得是一个植物遗传学的研讨会 我说最后我要用你们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你们的大诗人泰戈尔的一段话 来祝福研讨会成功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科学领域的教授们 今天我们在这边研讨 那我们培育下一代的科学家 就好像我们种了一棵树 那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大树的树荫 可是后人可以享受树荫 我就念了泰戈尔的一段诗 那我问他们说 你们知不知道泰戈尔其实是植物学家 有很多你们印度的植物命名 都是他命名的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 我叫他们 对他们很少人举手 他们就 我说很奇怪 那结果我讲完了之后 所有的人非常的感动 他们鼓掌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座位的时候 然后每个人就开始跟我聊天 然后我的学生坐在台下 他们说他们非常感动 那我说对 所以你要把握住每一次 能够分享的机会 要用心 要用心的准备 那一定要能 你自己能够感动自己 你才能够感动大家 然后最重要 其实不是性别 最重要最后是实力的展现 没错 感恩 感恩 感恩校长为我们分享这一段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可以激励很多的 可能觉得说我身为女性 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她们要这样子看待我的那种不平 其实我们就要有用我们的实力去展现 稍待我回来 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加拿大峰会合国庆 我最感恩的人 当然就是上人 因为他的一句话 你脚踩人家的地 头顶人家的天 你要回馈 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 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 在那里来推动慈激 真的就像上人说的 我们这样的回馈 赢得当地的尊重 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激 非常的认可 不管是从社会团体 政府机构 教育机构 对慈激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呢 让慈激人在当地都感受到 上人所谓的 我们被尊重 当然 我们要感恩 接应我进慈激的 慈激师姐 他也一路陪伴大家 那我有照顾不好的 都是他在做旁边的 这个扶持 能够圆融的工作 当然也要感恩 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 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 那个力量才会大 那慈激也就是在 大家合合复邪的情形下 长期的走入人群 走入人间 走菩萨道 最感恩是我父母 还有家里人的支持 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 爱要及时说出来 好 Salamu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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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耶丹 慈激志工 陈秋华 推荐您收听 用心深呼吸 更要感恩的是老师们 老师们呢 那样真诚体贴 当初他们选择当老师 那就是自愿为人师 果然他们没有脱轨 就是在这样的轨道上 如规如去 如智的 他总是所自他的智业精神 很规矩 而且都是所自他们的智业 因为他们第一个选择的智业 就是要为人师 为人师表 那就是典范 这都是人格代表的典范 老师 终其一生 都是要为人师表 实在是很不简单 感恩上任的人生智慧 真的要感慰每一位老师 愿意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面 把孩子们慢慢的引导到一个很重要的路途上面 他不见得只是功课 其实还有我们的从智工领域上面所说的这些学习 也就是永续的影响力的这个区块 那亲爱的校长 记得您上任的时候好像说希望 慈激大学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型的智工大学 智工大学要怎么样去解析它叫智工大学 的确 这我接任的时候 我在参与校长领选的时候 我提出来一个未来的愿景 就是希望打造慈激大学成为一个国际性专业的智工大学 那这有两层的含义 第一层的含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从大学部到博士班 他们不但专业很扎实 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受到很扎实的专业知识 同时他们也能够受到慈激志工 师兄师姐们的熏陶 有志工精神 然后他们有很好的语言能力 能够有国际移动能力 所以毕业之后不管他们在全球的哪一个角落 他们只要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像慈激志工一样 马上到第一现场投入入群去帮助大众 所以呢这是第一层含义 那第二层的含义是说 我们慈激大学毕竟就是在慈激的故乡 在花莲 那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志工 他们都很渴望能够回到花莲 能够亲近上人亲近金社 因为近似金社在花莲 是 所以我们希望打造慈激大学的各个专业领域 我们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专业的课程 那我知道很多的志工程度可能都很好 或许是他希望能够进修 好 那有大学学位 或许他已经有大学学位 他希望进修硕士班 不是班 我们都欢迎他在线上 我们有很好的天空学院 对不对 有很多的课程 或者是他可以回来修一系列的课程 然后累积好一些学分 我们就给他certificate 一些证书 所以年长的人也可以再回到校园 重新去学习 对 那而且我们也期待 这些好学的志工们 跟我们的年轻学子们老亲共学 对 那然后我相信一定可以影响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们更奋发突强 好棒 更精进 听说慈济大学有全英文式的教学 是 我们有一些的课程 至少是生医领域的研究所 我们都已经有全英文的课程了 那我们在今年度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学院 叫做国际即跨领域学院 那这个学院就是 里面有英美系 然后有华语中心 所以有很多志工要回来学华语 或者是他们下一代要回来学华语 还有英语中心 还有一个新的服务产业管理学位学程 service industry 包括就是一些hospitality 然后一些NGO的管理 医院的管理 都包括在这个服务产业学程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就提供了大量的英文课程 英文授课的课程 准备要迎接全球的慈激志工推荐的学生 回来这边就读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出国 比如说很多人都到菲律宾去学英文 到哪里去学英文 其实也可以到花莲去学英文 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 对 而且我们现在的国际生的比例 已经占全校10%了 所以当国际生一多的时候 学生就不得不讲英文了 像我规定我实验室的学生说 你们每个礼拜五是English Day 你在实验室你就要讲英文 结果呢那个时候每个人呢 一到礼拜五就给我待在实验室外面讲中文 都不进实验室里面来 会有压力吗 对 可是现在国际生多了 他们不得不 因为各国有印度生 有泰国生 有印尼生 那不得不大家沟通就是用英文 没错 所以大家就一起讲英文 就在生活中就已经促使 让这些孩子已经试着用英文 在当做生活的使用语言 那我们的国际生也都学了中文 所以四年当中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很多 而什么样的学校 什么样的能量 可以让这些学生在学术 成绩之外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 对 这些国际生彼此会互相影响 因为不同国家的学生特质不一样 那他们互相合作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希望这些下一代的优秀的公民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就能够互相彼此感恩尊重 包容还有爱 尊重自己不同多元的宗教和文化 那这样子以后世界才能够和平吗 对不对 就大家不会互相误解 每次听到校长讲这些话 我都觉得一直点头 因为觉得讲的太好了 然后你记得我上次在花莲 在慈禧大学一直点头的时候 是你说要在慈禧大学里头 希望可以发展一个餐厅 大家都可以来享用蔬食的餐厅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 太好了 我们呼吁所有愿意来慈禧大学 这个开设蔬食餐厅的师兄姐们 跟我们联络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让蔬食更落实在这个生活里头 在校园里头也可以把校园推展出去 让更多人一起享受这个校园生活 让那个围墙打开了 感恩 感恩 感恩校长 感恩师姐 感恩主持人 下回见咯 все 行人 静定看着前方 行人 行人 要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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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行人 行人 迎接挑战坚持来到决神殿 全力以赴要坚持高飞 带着理想抽象最高和最远 我们充满了梦的力量 在每个学习的路上 我们不会放弃不退让 跟着我努力往前撞 I am powerful 站定看着前方 I am powerful 肩定是我强大 I am powerful 紧紧挥洒圈杆 I am powerful I am powerful N exchanges I am powerful server E am powerful I am powerful I am powerful I am powerful 宣传 I am powerful 鎮定跟着前方 I am powerful 鑑定是我强大 I am powerful 静静挥洒全场 I am powerf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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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 是不可能 超过鞋鞋的话 我的梦想带我飞下 世界的那一段 我 鎮定 看着肩膀 鑑定 是我强大 静静挥洒全场 I am powerful 鎮定 跟着肩膀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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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定是我强大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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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挥洒全场 I am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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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powerful